今天主要我們可以把六個按鈕完成 我再來DEMO一下 這個清除剛剛有試過了 然後這個清除 然後再加樂透彩 再來的話是格式 格式的話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我希望把 排名在小於等於7的 顏色幫我塗一下顏色 有點像這個是第七名 那我把他同一列的 A欄底下的這個號碼 把它填一個油漆桶 當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的話當然 你要這樣看7個也是蠻累的 而且 甚至你還要把它拿掉 如果你要清除掉的話 那你勢必還要再把它填滿 OK再把它拿掉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利用那個 VBA幫我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那應該怎麼寫 所以我DEMO一下 格式化 你幫他一下去 小於等於7的就幫你顏色填一下 然後再來把顏色拿掉 OK格式化清楚 所以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當然 我們 希望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應該可以知道邏輯吧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這個邏輯 我的邏輯是什麼 幫我 先檢查一下 每一個 排名這一欄 一欄裡面的儲存格 第幾列呢 第二列 一直到第43列 那裡面的儲存格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抓出來 然後呢 比對一下 是不是小於等於7 如果是的話呢 就幫我把同一列的A藍 的底色 改為 黃色 OK 所以這裡的話會需要 再多學習幾個東西 第一個 如何 把那個底色 OK所以怎麼樣設定底色 的顏色變成 黃色 那黃色的話在VBA裡面呢 如何 把顏色調出來 然後放到儲存格裡面 OK這樣的話其實就簡單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如何 設計 這個 程式 那第一個 一樣 我前面講過 第一個如果你要有格式化這個按鈕 那對應的話呢當然就是一個格式化的一個SUB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我們就是先找到 格式化 裡面的這個 VBA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VBA 點開來然後在裡面寫一個SUB 名稱叫格式化 所以點開這邊 VBA 那我們剛剛寫的這兩段 所以 這兩個SUB 對應的就是這兩個按鈕 那當然會有個格式化 所以我底下先清掉 那所以呢你們就在底下再打一個SUB 然後格式化 Enter就可以了 這邊就有個格式化了 對應到這個按鈕 那接下來的話呢再來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我順便順道一提 因為剛剛有同學常常遇到幾個問題 就是你的那個公式裡面定義名稱 公式裡面的名稱官員 那比如說 這邊怎麼一堆一堆的這個 如果你沒有這個合計 像這個合計剛剛同學沒加啦 那我的雲端上面的程式是有合計的 如果你假設沒有這個合計 你會發現它出現的結果是什麼 ㄟ 頸 頸的話其實以後 如果你看到 只要儲存格裡面出現頸開頭的就是錯誤 OK 所以以後你要知道錯誤 那後面呢是錯誤的訊息 NAN NAN的話就是名稱嘛 所以意思就是什麼呢 你這裡面有一個名稱 但是 我卻看不懂 OK 所以你把公式給他嘛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錯了 哪邊錯 我看不懂這個名稱 所以 剛剛有同學來問 我馬上應該 知道大概錯在哪邊 因為 錯的地方基本上都還蠻固定的 OK 怎麼解決呢 以後的話呢 只要看到這種 所以 不只是這個啦 如果你假設 那個另外還有 假設 名稱管理員裡面的那個 這個哪個地方 這個 開講101好了 如果你假設不小心也把它刪掉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也會出現有沒有 也是錯誤 諸如此類的啦 反正以後呢 他都有跡象可循的 所以你做錯啦 其實都是可以找到 問題點 好那如果要解決問題 當然很簡單嘛 你不外乎是怎麼樣 把那個名稱再加回來就可以了 加的方法 就是 一樣嘛 我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把開講101先做 先選嘛 先選橫向 Ctrl-shift向下 然後這個名稱加上去 開講101 記得一定要按Enter 因為之前有同學輸入了 忘了按 少按一個Enter 奇怪 他以為說 老師我不是加了 怎麼沒有 因為你最後一個關鍵的Enter沒有按 就有了 Enter 那怎麼知道有了 公式的名稱管員看一下 有沒有 開講 有了 如果有的話呢 你理論上 剛剛的這個 第一個問題就解決 那第二個問題排名怎麼做 排名其實就是 這個是名稱 資料在底下 所以我習慣是把上面的 名稱先Ctrl-C 然後呢 取消一下之後選底下 第二到最下 所以 游標放第二 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把名稱輸入到這邊 按Enter 好你會發現 我只要把這個地方 輸入完畢 有沒有 名稱也出來了 對不對 那這邊的問題呢 就解決了 OK 所以 這個地方其實我覺得 都有跡象可循 所以 以後呢 如果你每個地方 都是用理解的 我覺得其實Excel 倒也是 還蠻能夠 知道他錯在哪邊 其實還蠻可以溝通的 蠻可以協調的 那前提是你要了解他啦 有點像 所以我認識他已經 應該超過30年了吧 所以我跟他的關係有點像 跟老朋友一樣 OK 所以他發生什麼狀況 我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啦 軟體也是一樣啦 如果你想要 假如說要 好好的使用他啦 當然 不外乎 就你跟你朋友一定會每天 不是每天啦 也會經常聯繫吧 如果你一段時間沒聯繫的話 那樣的朋友慢慢 就會 不熟了 可能慢慢就變成 普通朋友慢慢變陌生的 以後你路上遇到他 你誰啊 對不對 OK 就會覺得 到底 像我有一次 剛好在路上遇到一個 我的國中同學 那我 我是馬上可以認出他是誰 而且馬上甚至把他的名字叫出來 但是 我跟他講說我是誰 他說 他不記得了 國中喔 OK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呢 OK 難道是 OK 不過每個人 記性不好 或者是對於 朋友這件的事情的定義 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當然 也就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格式化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的內容 基本上 大概就是很 很具體的把這些東西 都給做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學好 其實就熟悉他應該就是一個最基本的 再來的話格式化 那剛剛的邏輯 所以我們再回到剛剛的 這個地方 所以第一個如果你要寫出一個 格式化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一個 一個格式化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的邏輯 把每個 依然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利用 這個地方 其實他的 範圍一樣是 第2列 到第43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範圍一樣跟他講 那接下來會多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因為我要判斷 所以判斷你以後 就要想到if 如果 如果什麼狀況呢 如果 依然 依然的話 在這邊的敘述可以打 依然裡面的儲存格 就是 Sales ID的依然 OK 然後呢 如果他這個裡面的儲存格 所以這個指的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儲存格 那從第2列到第43列 那給他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我要抓的資料是 小於 等於7的 也就是說呢 他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空一格 Then 然後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dif 反正呢先把頭尾先打完 那中間按個Tab之後呢 就是 如果發生上面這件事情的話 你要做什麼 我要把 他 同一列的A藍 的底色 變成 黃色 所以喔 剛剛有個敘述 同一列的A藍 同一列A藍怎麼敘述呢 就是把這個 這個先拿來複製好了 同一列的A藍 其實就是這樣啦 同一列的A藍 的底色 底色的話可能要記一下有個 屬性 屬性叫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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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底色 Inter的底色 底色的話是color 然後呢 然後呢 顏色的話呢 記得以後在VBA 如果你要填顏色的話 那就是RGB 紅綠藍 那如果黃色的話呢 那其實黃色你想說 那黃色要填什麼顏色 其實黃色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這個油漆桶 旁邊有一個其他色彩 那你先點選黃色之後按 自訂 他這邊就會出現R G B的數字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2550 OK 當然如果你要調 淺黃色 這邊藍色會有 那如果你要深一點的 黃色有沒有 那就變成紅跟綠 好像少一點 然後一樣藍色沒有 那我們標準的話呢 基本上 標準的黃色就是什麼呢 2555 豆點 2555 就是有紅色 跟有綠色 但是沒有黃色 沒有藍色 這樣的一個顏色就是所謂的 這個黃色 OK好 那我們已經把這個剛剛講的 做完了 所以喔 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把這個 循序的從第2列 第3列到第43列 對不對 的1藍 然後把他的資料帶出來 檢查一下是不是小於 等於7 如果這件事發生的話 就做底下的事 什麼事呢 同一列的A藍 的底色 這底色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 intro 的color 等於這個顏色 顏色的話呢 就是 你可以看調色盤 裡面的顏色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 怎麼樣 直接去跑跑看 那執行 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會是 這填色 有沒有 填進去了 那如果你要清除 所以還需要一個什麼 格式化清除 那清除怎麼清呢 把這一段程式複製一遍 加個清除 那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好了 哪個地方呢 就是 把這個rgb的顏色 改成沒有顏色 剛剛是黃色嘛 如果沒有顏色呢 記得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在那個 這個vba裡面如果沒有的話 叫xl 這個是l 不是e喔 不要打錯 xl 就ecell xl none 沒有 這樣就ok了 那我建議你打字的時候 可以打小寫 如果你移開之後呢 假如呢 n有變大寫 那表示字沒打錯 有沒有 這個時候n會變大寫 那之前常常有同學 犯錯他打e啦 其實我明明打l 我上個一直強調是l 有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1跟l好像分太難分了 這個是打1耶 但是喔 如果你打小寫對不對 有個好處 我剛剛移開會變大寫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個時候移開喔 你會發現 奇怪這個n呢 怎麼沒有變大寫 那如果沒有變大寫的話呢 那表示什麼呢 打錯了 ok 就是打錯了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絕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打錯字 所以你只要找一個方法 不要讓自己打錯字的話 以後你寫程式就會很順利了 ok想個辦法啦 ok 所以我覺得寫程式也沒那麼困難 我覺得 比寫 寫那個 寫小說寫閃文寫心思 來得更簡單 因為都是有 條理的 有章法的 反而你要寫文章的話 反而還是更花腦力一些啦 而且有時候你還寫要有內容嘛 如果沒有內容 沒有歷練的話你也寫不出 但是你寫程式沒這個問題 反正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你就照著寫就好了 而且都是有條理 而且沒幾個字啦 不要寫錯就好了 所以記得 這如果出錯的話你就改一下 那理論上應該是這個 記得xl 然後加一個n 你就移開的話 n就會變大寫 ok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清除再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這邊的號碼 就通通不欠了 執行看一下 然後 不過好像也有同學 發生了問題 就是說它剛開始這個地方好像打錯方向 比如說像這樣 應該是小於等於 它變大於等於 所以執行之後變成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執行清楚有沒有 你會發現奇怪沒辦法清 如果你假設沒辦法清 我建議你乾脆把外面這個if跟n的if delete掉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if 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它就會只清掉 你的小於等於7 可是如果你沒有邏輯判斷 它是清全部 有沒有 清掉全部了 OK這也是用寫法 這個說法可以往前推 也就是外面沒有一個邏輯判斷 那就表示是清除全部 應該可以理解 我是覺得這應該沒很困難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OK 其實比較之下 寫程式還是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畢竟 有時候寫就是有一定的章法 你只要把這個章法把這個 規則學習熟練之後 要把程式寫出來 倒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應該各位有常有聽過 有人常在講 其實做事跟做人 其實做人還是比較困難的 有沒有 你做事很簡單 你就照著做事情做出來 但是你要做人 倒沒那麼容易 就是說討厭你的人 你即便事情做得再好 他還是討厭你 他還是 不會 稱讚你 OK 但是喜歡你的 即便你事情做錯 他還是會自然 會替你找理由 OK 沒有啦 他可能是一時忘記了 OK 所以其實這 你說這有什麼固定的章法 沒有啦 反正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這也沒什麼 所以有時候 那個 情侶在談戀愛的時候 什麼都好 但是你會發現 情侶 不喜歡的 說真的 這個翻臉 這個完全不認人的 OK 所以你說這有什麼章法 沒有 也沒有啦 但是我跟各位講 電腦就沒這個問題 反正電腦就是這樣 能夠執行 那就表示 程式沒錯誤 不能執行 那就表示說你程式有發生一些錯誤 那你把它找出問題 解決掉就OK了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那些地方 你只要把問題找出來 那這個問題 應該都可以很快解決 那請各位一樣 在那個雲端上找到對應的程式 然後 試試看 這個其實沒幾個字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理解的 代替死輩 OK 好 OK 好 對不對 你